然后一破裂就是全区整个社区都停水 然后因为去年我有大概统计一下 去年有11次 万里区的北极社区自来水管线已经使用有40年 管线的老旧导致容易破管 而一破管就是全社区都停水 里长也统计光是去年破管停水进入就高达了11次 因此也期盼自来水公司能够协助泰换水管 为此立委廖先祥与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一管理处处长 就来到社区关心用水的状况 商讨泰换管线的方案 自来水公司有一个计划 就是说荧光比的部分我们列为优先泰换的区域 那原则上我们今年进行整个的设计 那明年我们就进场施作 那我们逐年逐年把这个北极社区的管线 按照它扩管比较频率比较高的我们优先泰换 今年很开心我们自来水公司有给正面的回应 那今年就会开始设计明年的部分 那范围大概是从我们的大永街跟大人街 然后以及我们这个校医到校四 这个区块会第一阶段来施作 自来水公司透过计划针对北极社区大永路 校医街到校四街约有一公里的管线 列为优先泰换的区域 预计今年设计规划明年施作泰换 而其他区域则是会逐步去进行水管的更换 此外自来水公司于这次的工程设计当中 也会加入区断性的阀门开关 如此一来管线的泰换或是修缮 就不再需要全区都跟着一起停水 那在施作的同时他也会去做一些阀门 就是说如果说将来因为分年施作 如果说在分年施作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管线在破漏的时候 他们可以用阀门来让不要让整个区域因为部分的破管而导致全部都来停水 那改善后的管线的年限 原本的年限大概是以前的材质大概都是只能使用20年 这一次做的管线的使用耐用年限大概会 把它现在的材质大概都可以撑到40年 北极社区泰换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将于今年启动设计规划 明年开始施工 并逐年逐步将全区的管线都泰旧换新 而新的管线也将会使用使用年限较长40年的DIP管 且将原本80级100公里管线的旧管都泰换成100公里的新管 借此解决北极社区的用水不便与破管就全区无水可用的困扰 这道平函万里采访报道